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顺者是东南轨道 那所谓的东南轨道就是以九泉为一个中心 它划设的就是经过了现在所谓的河南或者安徽 还有其他的交界处 那这个是在中国大陆境内的第二个禁航区 然后出了中国大陆以后 因为你火箭的脱落器它会掉入在水面 所以它特别划设台湾北部海域 这个北部海域刚刚好是台湾的正北方 那它旁边就是1995年跟96年台海导弹危机的一个区域 那又连接的钓鱼岛 所以它这个禁航区一划设以后 引起日本韩国跟台湾的紧张 那台湾不是说吗 王国才不是讲了一句话吗 经过他们的抗议 中国大陆三天变27分钟 到了最后 到了最后 王国才他又改口 他说是16号早上9点到下午3点6个小时 那所谓27分钟 他说错了 如此重大事件可以信口吃黄 我们也不得不佩服 所以我们从这一次 中国大陆它发射气象卫星 尤其是极地卫星 它要经过低轨 所以它通过台海上空 当然这是第一次 但是我们也可以说 总比导弹通过台北上空 要来得好吧 欧教授 是 所以这个进行区只要一实施的话 您认为对台湾的经济 以及三三行邦 一旦受到影响之下 台湾是不是会有另类的重作 而且会不会在股票市场上 也产生一定的反应 尤华哥您怎么看 那我先讲航线 它航线大概它有台湾 到北美日本韩国 或者到大洋洲 大概有19条航线 那其中一条航线 是台湾自己掌握的 那这条航线 像包含蔡英文 或者是重要人物出访的时候 它才用 那平常 那这个空域是不会让别人进来 所以它19条航道 那变成了18条 那18条真正使用的 大概日本韩国跟北美航线 大概是8条航线 它8条航线 大概一个小时 会有三四班的飞机 从这个地方通过 那事实上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讲 这个禁航区号 有部分航线 是可以飞往上海的 那中国大陆不可能 用这种方式打自己嘴巴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从航线上面 你来看 的确 我的朋友告诉我 大概是33到36个航班 在4月16号上午9点到下午3点 会受到影响 因为飞机必须要绕道 它要加满油 那甚至于 因为它加满油又要绕道 使其他的航道的空域 就会变得非常的拥挤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对于台湾经济的影响 事实上它不必划设进航区 它直接只要几次军事演习 那就好了 那军事演习 巴菲特不是把台 把台积电的股票 几乎都要出清了 他说 这个是地缘政治的关系 就是地缘政治紧张 好 任何一个外资企业 或者是台积电的话 那巴菲特就要马上脱手 这个是对股市的影响 至于对经济的影响 事实上经济的影响 那还算是小 那主要是要看这个进航区 它划设多久 如果像美国对付伊拉克 对付利比亚或者叙利亚 用进航区的方式的话 那当然就形同封锁 那这对台湾的股市经济 影响实在太大 欧教授 是感谢有华哥 巴菲特都要出新台积电的 台湾如果再被米党这样搞下去 台湾自己就会把自己搞倒了 不用任何其他的所谓各种什么武贺力量都不必了 其实台湾真正的敌人就在岛内的绿营 感谢有华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湾